刘老师 刘老师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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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说 老婆 谁派你们来的 快说 起来 白长官 情况有变 老蝉狼活着回来了 他说了什么 什么都会说 回屋了 一群废物 这么点事都干不成 这下麻烦了 这两个废物 肯定是被老蝉狼干掉的 他会认出他们的 认出来就认出来 就得让他知道 他大难临头了 他是偷偷下山的 即使被人暗算了 他也不敢生长 这次没要了他的命 算是便宜他了 下回但凡他敢下山 多豁出几个人来 也要要他的命 开门 二郎家的 大前天一张小飞样的 毒子伤啊 还没来看看你 我来给你请个案 多谢师爷 这事要干吗 这是要干吗 咱们弟兄 还用得着量家伙吗 二等家的 这是托人 从山下药铺逃换来的欢游 治鞭伤的 二等家的 二等家的 我知道你身子行动不方便 山下要有什么事 你尽管吩咐 只要我还活着 哪怕是活出老命去 也得把你交代的事 办妥当 真是有劳事业费心了 二等家的身边 也不能和老人家的 一人 八婆 还有 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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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吧喝吧喝吧 二少爷 搁这儿看啥呢 今天生意挺好的啊 那可不是 七姐啊 我想问你个问题 要是黑虎风的人来这儿吃饭 你能认得出来吗 那 就要看是不是常客 你说这常来的吧 脸熟还行 生瓜蛋子 你让我上哪儿认去 咋了 没事 我就是问问 你问这事我想想 你说 这黑虎堂的要真派几个生瓜蛋子来吃饭 吃完饭就闹事 那怎么办 七姐 你这就想多了吧 这前前后后安插的都是我的人 想弄哪儿那么容易啊 行了 白白 我告诉你啊 小心点 就我这儿 我从哪儿开这个店 就没消停 是啊 就跟我这儿住店的那些主 头一天晚上睡得好好的 第二天早上睁眼一看人就没了 我一年里 至少得抬十几个人埋到后山去 知道吗 行 要死我早就死了 来 来 来 别胡说 我可不想你死在这儿 小孩是这个决定了 今晚也有幸福 干杯 好 好 好 我被禁止了 借了 人才傾手 我唱歌 你不要拖了 俺和俺一回合 在这边 我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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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今晚…今晚… 我們也會死亡 這是…最後的酒吧 來喝吧 喝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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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隊長 您這是… 我們去任雄嶺觀察哨換個港 你親自去啊 最近有幾個商員嗎 去看看順便送點藥過去 有事嗎 沒事那你注意安全啊 行走 你慢点 把这个 放进杏夏的饭锅里 堵死他们 你爹娘啊 已经让大当家的关进大堡里了 我这可回去呢 要是什么话都不说 出不了这几天 就得把他们架在火上烧了 祭拜那帮死的的兄弟 你爹娘啊 已经让大当家的关进大堡里了 我这可回去呢 要是什么话都不说 出不了这几天 就得把他们架在火上烧了 就得把他们架在火上烧了 祭拜那帮死的的兄弟 有心事啊 没 没有 川伦哥 你说一个人犯了错 他该怎么办 那也得犯犯了什么错啊 如果是很大的错呢 翠儿 一个人无论犯了多大的错 只要他想改 就可以得到原谅 可是我不知道 你到底犯了啥错 你能跟我说说吗 不是我 我说的是别人 不是 不是 你这是怎么了 既然不是你 你干嘛那么上心啊 你跟我说说 咋了 让我想想吧 行吧 那你想想吧 想好了告诉我 我 这 你 哎呀 你们什么时候去打黑骨堂啊 你问这干嘛呀 哦 我就问问 我跟七姐 对那儿比较熟 到时候 没准能帮上忙 不用了 打仗是我们的事 你们就在这好好待着吧 再说那边枪林单雨 多危险啊 都在啊 川龙 你也帮出来了 那好啊 我让小翠歇半天 你看咋样 想忙你的行吗 小翠 给我帮忙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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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爷 请站进啊 嗯 走 我走走走 大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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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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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好看看 你们家的皮子有没有少了 少了最大那张熊皮不见了 这不是熊 是日本人 别着急 她跑不了她 别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诶 优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抓后的 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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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那新官的给跑了 沿这道路 追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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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你呀 好一个官先生 这么多年了 我愣没瞧出你是个日本人 是 在这儿待的日子不短了 哪都小金墨和金马军了吗 拿出来 让我瞧瞧 宝贝不就在你身上 藏哪儿了 拿出来 让师爷我开开眼哪 好 我拿给你 你找这个吧 你这家伙真缺德 临死临死 还想拉个垫背的 这我赔不了你 你今天从哪儿来 我今天再给你送回哪儿去 你们先伤 朕 然后 在本性上 给 是 啥 不 首先 走 不行 行 你得马上回去一趟 我那房子还有那日本人 一把火点了 这活得做干净点 知道吗 是 走 走 来 走 走 轨利 轮延 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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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来一步 能从关先生手里 拿走项圈的 不是天不杀就是白棋山 没错 而且从现场留下的脚印来看 应该是一伙人 并且他们临走的时候 奔的方向也是奔着黑舞风去的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 十有八九 项圈是落到了白棋山手里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这个项圈在关先生被杀之前 就已经被关先生给毁了 通常是这样的 人呢 往往在非常绝望的时候 他都会进行一些毁灭性的报复 我在想啊 咱们能不能想办法 联络上这个黑虎堂的老苍狼 只要从他那儿得到确切的情报 就应该知道 这个项圈到底在谁手上 老苍狼可不敢来叶举坡 你别忘了 咱们这儿有奸细 那是他同逢报信的 其实 如果他真想告诉我们一些情报的话 完全可以采用那天晚上的做法 我们现在啊 不能光寄希望于别人 立足于我们自己 我们应该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方式 去完成我们的任务 现在很明显了 日本的合宫不存在了 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 就是黑虎堂 确切地说 就是国民党反动派 报告 进来 郑伟 自治郡司令部那边出事了 杨副队长把许大友给绑了 给绑了 有这事 怎么回事 许大友那边抓了三个逃兵 杨副队长带着我们去调查 许大友不但不配合 还说我们无权过问此事 杨副队长火了 说许大友这是包庇奸细 然后他们两个就干起来了 这个徐大友 简直军怎么要做疯吧 不要说了 去看看 走 徐大友 你好大的胆啊 你以为这是哪儿啊 还是你的狗屁自治军吗 你搞清楚了 这可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怎么了 就你这号人也配当共产党 你拉倒吧你 你不是要出奸吗 我就在这儿呢 有本事你就把我给除了 我今天告诉你 我这帮兄弟 都是跟着我出生入死 打出来的 就算身上有错 也轮不着你管 今天 你要是不当着我的面 给所有兄弟赔礼认错 别怪我徐某人 不讲情面 你还想怎么着 你还反了你呢 想让我给你道歉 行 那你可别后悔 给我拉后院去 我就不信了我 走 放手 放 放手 郑伟 有话待会儿再说 李队长 串龙 把杨副队长带回去 可是郑伟 你别说话 回去好好想想自己的问题 走 那我先回去 我刚才说得不够清楚吗 我要跟许大友同志单独聊一聊 怎么样 怎么样 难道他也会绑了我不成吗 回去 还傻站着干啥呢 回去 走走走 走走走 好 郑伟 那三个逃兵呢 后院关着呢 我要见他们 好 徐大友 你进来 给我进来 徐大友 你可以 把秦步云那套老家底全都给我拿回来了 放人 是 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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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师爷 是我 进来 师爷 交代给你的事办理所了 我返回去了 可是我刚靠近那个院子的时候 就有拨人进了院子 什么人啊 你看清了吗 看清了 他们就是 住在野剧坡的那伙人 他们看见你了吗 没有 我就是怕他们跟着我 所以我在山底下 绕了好几圈 才敢上来 共产党看到姓关的死了 也肯定会怀疑 是咱们黑虎堂的人干的 黑虎堂的人多了 咱们除了大当家的 二当家的 还有白旗山那伙人呢 他们就是想谁 也肯定想不到是师爷干的 这事不能大意 你主付好那几个弟兄 要死了就说是去寻山了 甭管什么人 一个字都不能吐 是 知道了 还有 大当家的要是问起来 最近猎虎那爷俩怎么没上山 你怎么回答 我就装傻 说不知道呗 行 就这么着吧 嗯 嗯 张伟 你说的这些道理啊 我都能听明白 但是你不知道 这个杨永逸啊 歧视我们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是没看见 她跟我们说话时候那个劲头 就跟我们有多大罪过似的 我们怎么了 我们不就是原先的自治军投城过来的吗 我看我的这帮兄弟 要不是穷得没饭吃 谁出来当这个兵啊 你是不知道 我打小没爹没娘 就是个孤儿 我十来岁我就出来混 我为什么呀 不就是为了吃口饭吗 我说句不好听的吧 我没上山当土匪 我就是个好人 我现在跟着你 我是一门心思的 我就干革命 我有错吗 他这么对待我们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杨副队长是有他的问题 但我们先不说他 先说你 你的队伍里有人跑了 有三个人开小串跑了 你作为一个指挥员 你平时是怎么教育队伍的 政委 这队伍平时我可没少管啊 没少管 怎么管的 动不动就把人绑起来 体罚你就是这么管的 你别忘了 你现在在共产党的队伍里 你这样是犯法 是要受到处罚的 还有 我说 今天派杨副队长来你这调查 你不但不配合 你还把人绑起来 谁给你的权利啊 你说说你这跟土匪 跟军阀有什么区别 政委 我真不是不配合 你是没看见 今天他来的时候 那剩气凌人的样子 没说两句话 就给我扣了一个包庇奸细 政委 今天晚上你说的所有的问题 我全都接受 你怎么处理我我都认 就他说我是奸细 要在我的队伍里边除奸 我可不接受啊 打死我我都不接受 我那三个人 的确是开小差跑了 但是他们并没有去 白岐山和萧文斌那儿啊 怎么就说他们是奸细啊 我许大有事下你说的 我觉悟是不高 但是对共产党 我的确是忠心耿耿 他凭什么看不起我 还要把我当奸细给除了 行了 先别生气 你坐下 我呀 跟你解释解释 这次我们的内部清查活动 是我下的命令 更确切地说 是党组织下的命令 我相信你一定很清楚 我们的队伍里有奸细 不管在哪儿 可能在你的队伍里 也可能在我们驻扎的地方 你试想一下 咱们就说前几天 我带队上任雄岭 莫名其妙地 就遭到了白岐山的偷袭 还有前几天 这小飞燕绑架了美人兰 我刚得到消息 那儿 白岐山就把人家老窝给端了 你说说 如果没有奸细 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还有 我如果今天不叫这个杨副队长 来这儿调查 我怎么能够知道 你那三个人是跑了 还是投靠了白岐山呢 大友同志 我们的队伍呢 一天一天地在壮大 证明我们会有更多的任务 也说明我们的责任心 也需要更加地强大 我们不光要带好这支队伍 管理好队伍 更不能让队伍里出现 叛徒 奸细 甚至暗藏的敌人 政委 你刚才说的那些 我都听见了 可是我就 怎么也想过 我明白 那天晚上咱们行动的消息 到底是怎么走漏出去的 你看啊 那天晚上咱们去任兄里 队伍是我带的 是你临出发之前告诉我的对吧 那就说明 就算我这儿有敌人想去投敌 时间上也不允许啊 还有小飞燕那事 那天晚上小飞燕去找你 连我都是事后才知道的呀 这就说明 奸细 绝对不会出着敌人 对吧 太有同志 话呢 虽然都是这么说的 但是很多事情实际上 往往比我们想象的 要更加复杂一些 其实我这次搞这个清查活动 不是为了清理门户 人人自危 而是避免打草惊蛇 我们要从暗中调查 也就是说今天 杨福队长 他犯的错误 党组织不会包庇的 其实呢 我今天来不光是为了这件事情 我还有一样更重要的任务 想要跟你商量 政委 有话你就说 无论让我做什么 我都做 老大 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 不准把我大哥带走 对 对 胡闹 对 许大爷有严重违反 和不对的纪律 我们带他走 是执行上级的命令 难道你们也要违抗命令吗 放屁 我大哥违反哪门的纪律啊 那姓杨的说他是奸细 血口喷人 我看该棒的是他 就这么把人带走是吧 我们不答应 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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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开 我说两句 弟兄们 把家伙收起来 放下 兄弟们 我许大友一个人发的错 就该我一个人扛 兄弟们的情 我领了啊 我跟他们走 放心 不能把我怎么着了 不就是受处罚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 兄弟们都回去 该干啥干啥啊 大哥 走是吧 行 行 行 休息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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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